需要怎么样 先把它 我希望就是说这个地方圈神邮局有25个档 那这25个档我希望第一步就是 先帮我合并完 称为一个O 然后并且帮我把旧的全部删掉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一个删除档 执行合并完成 剩一个O 那其他旧的东西呢 就会消失了 等一下 看一下 删除 我应该是要执行另外一支层合并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一个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那个地方的话 我在Stemo 第一个就是先把它合并完 成为一个O之后的话 那其他就会有三光了 那再来就是说 不过这个城市里面的话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本来 在那个就是换下一个档的时候 是换一个换行 那我就多两个换行 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我要分割 那分割的话 变成说我有两个换行的话 比较可以区分 比如说像三重跟中立有没有 这个地方刚好一个换行两个换行 那如果两个换行 那我就可以先找两个换行位置 那两个换行位置的上面那些东西 我就另外把它那些档那些资料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就是一个变数 然后再做write出去 有没有就write就一个档 然后档名的话呢 刚好就抓它的那个位置 三重这两个字 把这三重两个字 你要算好 刚好要这两个字 你名称要抓到 然后呢就逐一逐一的把它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在输出了 那程式没几行 大概就是11行 配合一个write回圈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呢 会用write的方法 OK 全部都输出了 有没有 马上又分割出去了 所以这个程式就这样 就是一个是什么 分割 一个是合并 变all 然后一个就是什么 再把它合并 再把它分割出去 OK好 两用了 OK应该可以看懂的逻辑吧 只是说程式如何写 可能比较难的是 就是分割 我打错了应该是分割 把它分割出去 那怎么做待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待会再来讲这一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解决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合并完之后 还要把旧的档案删掉 所以记得我们刚刚不是有输出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旧的档案删除 那问题是要你要怎么样 把旧的档案删除 而且呢 因为o在里面 你用全部删的话 那变成删完了 o也删了 那完蛋了 所以怎么样 你要写一个回圈 就是除了o以外的档案 全部删掉 所以程式里面的话我写 我后面有写 一样第一个要用os.work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知道 我全部跑完之后 里面的所有档案有哪一些 那我要用什么 用一个方法叫remove 你们刚刚有用到吗 所以我的程式的话 假设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剩下o.tst 其他删掉 像这样的效果 怎么写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大概前面部分呢 跟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只有下方 就是合并完成的下面 那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要 把目录巡览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把这个目录巡览 其实就是把上面这一行 再复制下来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删除o以外的其他的档案 那其实就这一行 那他会跟我讲说 我目录里面 会有哪一些 但是我为了要删除它的话 那我可以底下在for for each 其实我底下的方法 就是这个是for i的写法 OK 那我底下的话 因为我要把每一个 都把它 就是直接删除 但是除了什么 除了那个o.tst以外 所以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for each file in什么呢 in这个file的串列里面 那他一个一个丢过来 比如说第一个三重 那我底下 因为我要避免 删到那个o.tst 所以底下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它不是o.tst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录一幕掉 OK 所以我的写法 有没有 if 这个f怎么 不等于o.tst 那就帮我把那个档案 前面加它的路径 加上它的档名 帮我把它录一幕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话 就只有o.tst 这应该没问题吧 OK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是在这一行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我write出去的话 刚刚write只会有一个换行 不过我这边 为了将来分割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在 那个每一个档案跟档案之前 放两个换行 不过将来你也许不见得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想想看其他的方法 当然你要先想到就是说 这两个换行会不会有其他地方 也有两个换行 如果有的话 那将来要再把它分割出去 会变成切割的地方 会有那个 要不然如果两个不行 你就三个吧 三个不行你就四个吧 反正你就想方法 这些都自己想出来方法 我是刚好想到 两个换行好像不会重复 所以我就把它出出的时候 中间加上两个换行 大概这些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档案最后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就是 都会有 什么 新装跟中立之间 会有两个换行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那个Nordepay++ 那这个Nordepay++里面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 前面讲过你可以用 显示里面的那个特殊资源 显示所有资源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一个CRLF 加一个CRLF 所以两个换行 那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将来呢 要把O.TST 再去分割的话 这个哦 再分割成25个 那你需要知道哪些事 第一个 这我想出来了 就是 我就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怎么样呢 第一个 一样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对吧 哦 开起来了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要在里面找什么 找两个 找到 对不对 那找到的话 你可以用 那个字串 有一个方法 叫Find Find S.Find 你们可以查一下字串 里面的那个 一个方法 Find 那Find的话呢 当然你要给它相关参数 就是 哪一个字串 然后你要找什么字串 它会retend给你 就是说 你找到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字串 它开头一定是零 第零个字 它从零 其实有点像串列一样 零 一二三四 它会告诉你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呢 我只要知道什么 我第一个 找到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 三重的话 我就可以从零 到这个位置 的范围怎么样 我就把它 变成一个变数 然后呢 把它write出去 那档名叫什么 档名叫三重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三重这个位置 特别重要 字串有个特性嘛 就是它也是有点像 字串有点像串列一样 那如果你要数的话 你可以数 一二 其实我真的用这样数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可以第十六那第十六的话呢从零开始的话那就是十五 不要解一嘛 所以从第15 第15、16 到17 这两个字就跟我抓出来了 所以我的写法 大家可以理解15到17 17指的是停止的 所以15、16两个字 那我的写法我跟各位讲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分割 分割的程式并不多 总共其实只有11行而已 其实蛮少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RUN一下 分割 最后把它删掉 咦,我们要恢复了